40多个国家周二敦走中国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立即进入东都决散 调查有关100多万人被非法拘留的报告 其中一些人遭受酷刑或强迫劳动 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代表欧洲、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 向联合国人权历史会宣读了关于中国的联合声明 可靠的报告表明东都决散有超过100万人遭到任意拘留 维吾尔人和其他手术民族遭到广泛监视 基本自由和维吾尔文化受到限制 联合国声明称 我们敦促中国允许包括高级专员在内的独立观察员 立即有意义和不受限制地进入东都决散 声明补充称 这里指的是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中国石油18日宣布经过6年的集中勘探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利木河南部1万平方公里的富满地区 中国石油塔利木油田油田新发现 10亿吨级超炭大油气区 中石油塔利木油田公司总经理杨学文介绍说 我们摸清了油气藏的地质规律 在富满油田 我们已经连续钻成56口百吨金 找到了一个10亿吨级新的石油规模储量区 成为近10年塔利木棚地石油看摊最大的发现 富满油田开采难度畏惧世界前沿 塔利木油田公克高品质地震材料裁集处理技术和超深复杂 碳酸盐盐布景技术难题 使新井成功率从75%提升到目前的95%以上 推动大沙漠区超深油气高效益开发 油气资源丰富的塔利木棚地是中国经夺终点的地区之一 6000米深的油气资源分别占中国资源总量的83.2%和63.9% 加拿大和中国星期二在联合国人权历史会上互怼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加拿大面对历史错误而愿意改正 中国却根本不愿意承认错误 中国驻联合国公使蒋端带领爆阔 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北内瑞拉等国共同发表声明称 我们呼吁针对原住民的犯罪展开彻底和公正的调查 从历史上看 加拿大经夺原住民的土地 杀害他们并消灭他们的文化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亦在记者会上回应此问题 称两国在处理手术民族获得不公正待遇的问题上 乃天壤之别 特鲁多说 加拿大和世界都很关注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系统性虐待和侵犯人群行为 他们在中国没有发声的权利 因此我们为他们发声非常重要 在加拿大我们有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中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哪里 我们积极挖掘真相 表现出开放性和承担错误的责任性 而中国的真相在哪里 中国甚至不承认有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区别 周二六名与匈牙利线人总理 维克多欧尔班竞争总理职位的主要候选人联合宣布 他们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如果任意一人当选 将组织两个大型中国项目 欧尔班与北京达成的这两个颇具争议的中国项目 分别是在首都布达佩斯建立伤害负担大学分校 以及让中国公司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首都之间 建造一条新的铁路线 即布达佩斯·贝尔格赖德铁路线 在一封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中 六名总理候选人说 他们已经达成共识 无论谁成为总理 都将尊重大多数选民的明确意向 立即停止这两个项目 新冠疫情持续追经病毒的起源仍是一个名 由于美国政府下令情报机构进行溯源调查 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的看法再次引起注意 另一方面 中国2021年度杰出科学奖宣布出品结果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入选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武汉病毒研究所已获得中国科学院 2021年度杰出科技成就奖提名 美国一直要求对该实验进行独立调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